请您欣赏象征生杨宠妇 为年车金特兰朱贺修 有请 蓝蓝好帅 谢谢您啊 大半又瘦了 我又胖了 谢谢您各位吧 这个回天津演出特别开心 尤其是来人家队里 你叫蹭场了 跟这一块表演 这是六队的演出 六队的演员都是相当的优秀 刚才那二位啊 一位叫李九重 一位叫李九江 二位老师 合作表演这个叫分合班 相当优秀 说得多搞笑啊 给您带来了些许的欢乐 对了 让人家后台休息休息 这场把我们哥俩换上来 再给您说一遍 继续说相声 有认识我们的朋友 有 没有 没有很好 有 来人家队不保证的人都认识我们 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进荷兰 对于设得一名年轻 响声演员 好 好 我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也确实 你这个掌声对于我而言 四个字的总结 不要也罢 拥拥地给您介绍一下 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 说说我 好多朋友对他比较熟悉 是吗 姓朱叫朱赫松 好 从这个掌声当中能看出来 认识他的朋友更多一些 好多朋友都比较喜欢他 甭说您观众们好多演员都喜欢他 朱老师在这个相声捧根的艺术道路方面吧 别去艺术 别去艺术 自己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还得努力学习相声 跟大部分的捧门演员不太一样 一般的捧门演员都是为豆干的去服务 我怎么想要什么糊 你都有什么糊 对吧 他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他又有一个新鲜感 常来看他的朋友都了解他 他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有时你逮不着他 你逮不着他 咱这手相子不是捉你藏 你要逮我他吗 就不是你要说些什么 哎呀就是有朋友就写那种状态 每天都有新鲜劲 光说观众不知道 有时我都不知道他有说些什么 每天都跟他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有何 其实挺难得的 尤其像我们哥俩来说 合作时间还比较长 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 尤其你跟一些明星比不了 有那个明星一合作十几二十年 对呀 他们比不了 但你要跟这个后台这些也是比我们俩 哥俩算合作时间长了 比较长了 到今年第十个年头 说像十年了 其实十年不容易 对吧 咱换位思考咱做不做 十年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能有很多个十年 哈哈哈哈 对吧 不同的十年代表的意义不一样 对于人生的感悟不同 刚出生到十岁 这是十年 在妈妈的怀抱之中 十岁到二十岁也是十年 在妈妈的怀抱之中 哈哈哈哈 二十岁到三十岁还是十年 在妈妈的怀抱之中 你让妈妈放开我吗 哈哈哈哈 我妈妈太累了 妈妈不累 这是她的好大儿 用你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 不管你走多远 不管你多人多大 到什么时候 也不能忘你吗 哈哈哈哈 这话怎么个骂妻事 忘你吗 嗯 哈哈哈哈 这么单 那就是我 母亲对我来说 肯定有一定的笑话 那是人生的贵人呐 是不是 当年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多么神奇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什么神奇什么呀 你想想她自己一个人 就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哈哈 还不是 还不是 那我挺神奇的 还不神奇吗 我看我爸爸都神奇了 这叫什么话 你叫 无腻了 六腻了 无腻 我母亲对我来说 其实很重要 对啊 但是来说你二十到三十了 不如社会的年纪了 哎 走上社会了 不需要母亲呢 在时刻的关注着我 照顾着我 对 咱已经长大成人了 对 尤其二十岁到三十岁 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十年 也有可能是最后的十年 哎 你能从那个门给我滚吗 哈哈 告诉你 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你不要这么自信 我告诉你 我活到三十就很自信了吗 不是自信 你不要说这种话 不吉利 这不你说的吗 谁说 这不你给我判的死刑吗 谁说的也不吉利啊 你也不能说那个字眼啊 对于我而言 这就是我最好的十年 最好的十年了 对了 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十年了吗 不是你再往后 他阶段就更不一样了 身体开始衰退了 不会那么开心了 对吗 哈哈哈哈哈哈 是 不知道哪个先来 现在我对我而言 你就是先来的这个 有你就是我的意外 对我而言 二十年老三十岁 这个阶段上 接受外界的能量 事业也蒸蒸日上 你看事业现在弄多好 真是 嘿 多好 真小事业弄 你真是可以称得上是 我 哈哈哈哈 我要没有你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哎呦 真的 那么这是我最好的十年都给了他了 我没有啊 哈哈哈哈 哎 这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吗 被动接受 谢谢 你最好的十年不要跟着我呢 对对对 我们十年也天天在一块儿说像是吧 那么十年 哎 在一块儿 嗯 十年磨一锦 这磨出来了吗 哈哈哈哈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 那么十年磨合的是什么 什么呀 默契 我们哥俩就是默契 你要刚开始 刚合作的时候不行 哎 各说各的 那可我说我 他说他的 哎 一往十年 十年过去了 还是各说各的 哈哈哈哈 这十年了 对吗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互相很了解 也很熟悉 嗯 最主要他跟我有一定区别 有什么区别呀 我相声我是科班出身 哦 他是科班 他学的就是那个电工 哈哈哈哈 我学的就是相声 哎 看 你怎么老有话说呢 对吗 我就是学那个相声 学相声 他是半路夫家 对我原来是和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和尚那几年的 其实也是 太正前了 就在大北院那 大北院 大北院 大北院外边啊 北非是天津 你们哪都认识 哈哈哈哈 大北院在哪 我认识哪个和尚呢 我认识哪个和尚呢 哈哈哈哈 去年舔着脸上 大北院说下 就他 哈哈哈哈 上大北院 我让旁边听着 我让旁边听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北院问问怎么了 啊 弱啊 又 哥的门口 对 大北院把门都关掉 哈哈哈哈 我都没敢捧根 但是说一句话 没得造成多大口业 哈哈哈 真是那个 就入了个噩地狱 哈哈哈哈 下辈子变成死狗啊 都得 真是 真是 你下辈子 不这样 你也得下那个地狱 哎 太可气了啊 不是你是什么呀 他认识半路出家 就是不是打小徐 哎对对 没受过这个专业的信念 没错 全靠自身的对于像是有种喜爱 哎呀我钻研像上啊 这也挺难的 是是是 而且对于像是这个领域当中 人家天赋一柄 哎呦那你就是天赋二条 哈哈哈哈 真想跟你来个活溜 不文明的用 不是 就是你有一定的天赋 但是您对我的认可 对于像是喜欢 谢谢 这个了不起 哎呦 你把我看这方面也是 啊 喜欢相反 对啊 但是人没从事这个行 当作什么呀 一种娱乐 这是消遣嘛 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哎 生活的调节 对了 嗯 懂得享受生活 哎 每个人都培养自己的爱 嗯 包括后台演员们也是 你把你 九海 九海去健身 嗯 就是后台跟他聊天 刚才是 就健身 哎喜欢运动 他过去是一个健身教练 人家身体好 那好关 对吧 包括烧饼 最早之前那烧饼跟着人九海一块儿那 对啊 现在练的那个好家伙那 那胳膊 本儿腰 本儿腰 就是练的特别粗 对啊 粗壮 又粗又腰 哈哈哈 对就是烧饼 这就是烧饼 啊 练的很棒 身体很棒 很厉害 对 您有的那个有好多年轻演员写什么样 比如说 放松心情 去夜店 嗯 夜店 蹦迪 这什么反应 没有没有 蹦迪也很正常 对吧那个夜店 跟他们一块蹦迪去 对啊 还有的那个演员嘛 比如说什么 唱歌 啊 KTV 也是用放松的方式 包括朱老师 朱老师放松的怎么说呢 爱好啊 啊 纹身 我喜欢纹身 我喜欢纹身 现在现在好多年前都写纹身 潮流啊 对啊 我视身就必须要纹 不纹 我的辈子难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纹身 对啊 不是让你拿鼻子纹 对啊 就是纹身 刺身 对啊 刺身 扫鱼皮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说上个话就饿了 说上话就跟个外星人似的 不跟外地人似的 那就什么就 什么 真的叫什么刺 刺什么 刺身 那刚叫刺身吧 那叫 咋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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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活 好想 咋活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咋活 对啊 叫什么 我不懂 咋活 对啊 我这他们喜欢炸活 行 对啊 行 我们家都把这个炸这个纸人叫炸活 那是炸纸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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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这一口才是 你这 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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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哎呦 就是人家什么 那叫啥 就是文生的 对啊文生的 对啊 那是什么那花花草草 对对对对 有吧 一万对 那么现在是不是都说好多眼都闻 对啊 都有吧 但是有的那个下闻 嗯 下闻你你看那个孔云龙 哦 孔云龙三哥 三哥 三哥就爱闻这个 他闻了什么呀 他闻什么 后背闻一唐僧 这有什么寓意吗 9981那你 哈哈哈哈 你活多坎坷 你闻是不能下闻 有的好多文是你背不动他 对你是有危害性的 这咱们弯解迷信的说吧 有点迷信 对 朱老要闻那种 立志的故事 对 我把立志的故事 闻在了我的身上 对 上回我见那李连杰 他握着我手打我 我记得你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什么呀 什么呀 能下班吗 这个哪 说下 这个人是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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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这个 立志 对呀立志 立志的故事 对呀 就是咱们跟李连杰搞对象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呀 祖王那一篇我没问啊 哈哈哈 他都买凶撒音 哈哈哈 真是我没想到 你回天津真是回家呀 哈哈哈 这个包吴胡思海出了 天津哪都没想过啊 哈哈哈 立志就有梦想 我把我的梦想 吻在了我的身上 有追求的 我这个人非常有追求 比如过去的一个故事叫 岳母四字 有这个故事 对吧 太对了 这就是立志的故事 哎 假的谁呀 嗯 在这个 岳飞的母亲 哎 岳飞的母亲 在岳飞的后背 吻了四个大字 惊弓暴谷 太对了 真好 好不好啊 朱老师学习这种精神 哎呦我防鼓 哎到温身点温身去了 嗯 老板 我要咋活 哈哈哈 谢谢 啊 我要咋活 咋 咋 哈哈 对人家问的 你咋个骂活啊 啊来个龙来个胡 啊 不来的 我要龙 那没有意思 哎 我要有梦想 我要追求后背 给我扎一个这个啊 京东暴谷 小伙子可以啊 好家 有梦想 别怕疼啊 京中暴谷 郎烟喜 哈哈哈 江山北望 人北望草青 庞见戏 我写错了 行啊 哈哈哈 就像一个大傻瓜一样 哈哈哈 别落魂 京中暴谷 杠 铜鸿钢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也是一种爱 哎 多主多样 人各有一号 对了 大家尤其一下 老年人 老年人的爱好情更丰富 是啊 他们时间比较充裕 哎 干什么都行 你跳过广场舞啊 这有这样的 老年人嘛 对吧 很流行 家里有那老人养花花草草 嗯 小动物小宠物啊 这是一股陪伴的 都有 都有啊 那你帮我啊 猪老人的父亲 我爸爸 哎 刘老爷子来说 人家老头儿就 这真是 我姓猪我爸 别得姓猪啊 不能 啊 没有这么巧的事 啊 必须得姓猪 别姓猪啊 就这么巧 刘老猪来说呢 哈哈哈 我记得刘老猪嘛 他姓猪 猪老刘 没有 老猪 哎 老老猪 嗯 刘老爷子 人就爱好 老年人 养鸟 哎呀我爸特别喜欢养鸟 痴迷 对 你喜欢的什么程度啊 嗯 家里边三居屎 除了一张床剩下的地方 除了鸟就是鸟公子 家里人接地接方的邻居 给他爸一外号叫什么 鸟人 没有 有这外号吗 没有呢 养鸟大王 咱就是喜欢 太爱了 对 但也有遗憾 什么遗憾啊 没有那个会说话 电子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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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鸯 鸯鸯 会说话 对 家里没有这个屏幕 对 国内买不着好的 这都在外国了 走去国外 有一年去国外演出 我出国了 孝子 对 去哪儿巴西 我上巴西吃了一个巴西 陪酒西过了个西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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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真是丢了都丢六笔来了 嗯 哈哈 四年吧 哈哈 在巴西 嗯 花大价钱 嗯 三十万 咱那这拿那么多钱 把肾卖了 我的肾 是三十万 你是个好肾的 嗯 你是个好肾的 还有一个 我有俩肾 在那儿 买一支 金刚幽舞 那可不 金刚幽舞啊 就像金刚一样的幽舞 哈哈 好家伙 哈哈 哈哈 这你这个太感慨了 就是很大 巨大 对还不好对呢 好几个外国人 带着景田去的 对的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带景田 我哪是啊 是逮他们 逮金刚幽舞嘛 不好逮 大价突然给弄回来的 对吗 后来半戒儿 金刚幽舞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到我 知识盲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能告诉我这事吗 不是谁逮的 是景田吗 哈哈 不是 不是 一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那边说 哈哈哈 别看了 从现在开始 哈哈哈哈 咱俩减少交流 哈哈 人家国外有啊 说明是卖这个的 说明是对完了 闭嘴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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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是有卖这个的 就卖鸟子 嘿嘿嘿 就你妈卖你这种外国鸟子 哈哈哈哈 哈哈 金刚幽舞 对呀 从博外买回来了 哎呀我又从来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给老爷子吧 嗯 老爷子喜欢这呢 哎呀哎呀哎呀 看看这个吧 啊这户外买回来的 你瞧瞧吧 以后这就当儿子养了啊 哈哈哈哈 老爷奶奶 哼 这看着就不错啊 看着就不错 等你回去吧 啊 我自求就喜欢这吧 自己在家 跟着一丁舞人聊会儿跳 要我能说话呀 聊两句 不聊了 交流不到一会儿去 怎么说不到一会儿去的呢 这英武是巴西买回来的 对呀 人家是一嘴巴西话 哎 他父亲天积人 嗯 一嘴天积的话 哎真是 这怎么交流啊 有语言障碍了 但没关系 嗯 现交来得及 可以啊 老话有个成语怎么说的 叫英武学者 他能学这个 他学的快着呢 嗯 撒月没出窝 教这只英武说话 这英武可能也是笨家 撒月下来就会俩字 哪俩字 谁呀 哦 还真的很愚蠢的鸟 哈哈哈 但你别看就这俩字 学他爸爸学的是唯妙唯笑 特别的像 斜了一嘴是天津瓦 哦 谁呀这俩的一说这样呢 谁呀 谁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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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谁呀 我爸爸说话怎么激撩激撩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结识一下啊 嗯 因为过去他父亲来说啊 在宫里边呆过 哈哈哈 有点侮辱人了啊 我爸爸 我爸爸 啊 哈哈哈 我爸爸在宫里边呆过 怎么了 我爸爸在宫里边呆过 你爸是太监 哈哈哈 谁说我太监了 哦 在宫里边呆过 什么宫 少年宫 哈哈哈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我爸在少年宫里边呆过去喊嗓子 喊得比较尖锐 嗯 这么喊批了 撒 老是这样的 哦在少年宫喊的 真是 我爸在少年宫 哈哈哈 男人至死是少年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爸爸敢上皇宫了 没有 进我宫当过太监 没有 还傻不错 还试问我呢 你爸爸不要是太监 你就是个谜啊 哈哈哈 英语来说你叫discovery 哈哈哈 我以为海岚是迷了 哈哈哈 对不就是 学的学的 也要和这俩子 塞啊 都这样 给他爸不奇怪了 我爸怎么了 三月没出雾 真是的 哎呦这个肺虎鸟 这个笨鸟 就给我教了 哎呦 但我多少事 老爷平时就好公园啊 六个鸟啊 甚至 跳光场舞啊 陪老太太耳耍个剑什么的 这都是罗 啊这么大 岁数上公园耍剑去 哈哈 不是不是耍博宝啊 耍博宝啊 耍博宴在那儿在那儿 在那儿办 办欠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呀 就是宝剑 什么意思 哎 哎 你这听说听不懂了你这 就是到公园跟老太太大宝剑 哈哈 哎 我爸这岁数合适吗 哈哈 不是啦 男人至死是少年了 哈哈 这个岁数才合适的 那也不行哪 怎么不行 那不行 不让 不让 你怎么这么多 你爸有点爱好 咱们都拦住了 不行 陪公园陪老太太大 不能去 这事儿让人知道了 地宝就给掐了 哈哈 哈哈 凭什么呀 我去给家了 你们俩这点点事都不干嘛呀 哈哈 哈哈 不是 你你你不能 公园不让玩去 那肯定不能去 在家待着 哈哈 在家待着看着是孙鸟 哈哈 不看你这么孙鸟的 哈哈 公园陪老太太大宝剑 哈哈 那叫无剑 这叫大宝剑哪 这不无剑吗 对呀 那剑大呀 哈哈 大无剑 不大剑 哈哈 你能玩吗 放着身体 老太太 有微信吗 哈哈 大老人上公园陪老太太 你们注意一下措辞吗 什么叫重固老太太 你这事儿见啥 最陪老太的玩 就好这个 因为这鹦鹉仨 仨月没找老太太 老太太王自个儿亮了 哎 得了胡椒吧 哎 不叫老太玩玩我的去吧 他父亲自己又天天玩去了 给这鹦鹉自己放家 又放了一个多星期 可是坏的事儿 嗯 一个多星期过来 这鹦鹉疯了 你说怎么做不 这鹦鹉自己在家里待着 没人搭理他 也没有女儿搭理他 别看家里鸟很多的 跟他无法交流 他天天这个鹦鹉就冲那鸟 谁呀 谁呀 那鸟你哪能跟他交流走一块去 自己天天自言自语 有那么一个多礼拜自己疯了 异欲了 变态啊 变态到什么程度啊 把家里那些好鸟名鸟都弄死了 鸟笼子也弄断了 真是 扔了舍不得 别扔了三十万了 这个身子还没长好呢 对 对吧 长不好了 刀口 啊 想个办法吧 去这个狗市 买狗笼子 为什么买狗笼子 狗笼子铁的 好结实 哎呀 装鹦鹉这你弄不坏 别在家放着 出门旅玩我带着他一块去 保险那天 过过分好了呢 真是这样 为了早晨七点 一这个狗笼子装的鹦鹉就奔了这个公园 好多人都认识吧 当日为刘大爷就过来了 哟 老猪啊 这是什么呀 贱不认识 贱不鸟吗 是鸟我知道 我还知道鹦鹉呢 问题 鸟哪有哪有狗笼子装的 别提了 他疯了 变态 把你们家的名鸟好久都弄死了 这是个祸害 性存者 您听说我鹦鹉再厉害 你们家这么多 你要打过他一个 你要这么多 我不大相信 不信了 我们家有一只斗鸟 要不能抱 我来给你们家这鹦鹉 我们来PK一下 来一下 行啊 斗鸟在哪呢 在哪在家呢 你见过六鸟的呀 抱去 你抱去 刘大爷说回家抱去抱 我们一会儿真抱一只斗鸟过来 这老叔咱怎么比呀 这怎么比是咱俩 他抱去这笼子 别废话 搁的 搁的搁的 放这里边 把斗鸟放进去 放好黑部一蒙 时间不长 大概也就那么十多分钟 嗯 黑部聊开在那里面 怎么着 斗鸟死了 哎呦 这个好厉害的聊啊 哈哈哈哈 幽武一点事没有 你想他幽武吗 好家谁能想到 对 他妈比挺开心 哎 哎 完了吧 我不告你了吗 他疯了 他变态 死了吗 扶开 呸 我妈不好脆弹 哈哈哈哈 给刘大爷气了 自己冒头气 回家熬鸡汤去吧 哈哈 牛头走了 哎 人距离也是挺多的 这时候有这么一个王大爷 抱着一只猫 哎 刚从这个蜂蜂医院呢 给猫看完腿回来 这公园必经之路 看围着那么多人凑个热闹吧 刚往那里一站 一眼让他爸爸逮着了 哎 哎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崩了热闹了 今天弄只猫咧都下了 这王大爷抱着猫左看看右瞧 就我一个抱猫的呀 哈哈哈 你这是点我呢 哈哈哈 干嘛呀 还跟我猫掐去 知道干嘛去了吗 干嘛去了 给猫看病 我猫腿折了 知道怎么折的吗 嗯 前两天跟脏熬掐下 脏熬死了 这点神经病都在我小区 哈哈哈 挺厉害的 等着 比不比会呀 来了 他爸毕是那笼子的 你别废话 嗯 各里 各里各笼子的 快 乳里边 给猫放进去 关了好黑布一蒙 半个多小时 黑布聊开那里 你看 猫俩眼瞎了 哦 给猫咪的眼睛搞瞎了 不是你能想到 哈哈哈 他爸别很兴奋 哎 哎 翻了吧 我不告你了吗 他疯了 变态 瞎了吧 瞎了吧 我给 呸 好吧 太脆塌了 哈哈 王奶气 自己放了什么 刚看完腿 还得看眼睛 哈哈哈 又走了 人是越聚越多 他爸比越来越兴奋 高兴 看这帮人是胡说八道 嗯 哎 哎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崩盛这个了 今天能追悠来就掐了 硬 这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胡说八道呢 对吧 咱现在城市里没有眼睛呢 你想他们是鹰啊 对吧 多让哑着玩意儿 嗯 他爸就这么一说 这话刚说完 就见人群当中闪出一个男的 年龄大概啊 三十出头 光着膀子 胳膊上架着一只鹰 走到他爸 跟前拿手一直打踏子 我等你一般天 哈哈哈 干嘛呀 我说吧 你也该说到硬了吧 就等这个 那可是 好 人家有不是我们家硬抢 我看不是他 你把你疯了 哈哈哈 你给您家硬抢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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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黑不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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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